贤伦经案议审结束之后将择日宣判 是的 在这个档口 李某某的主辩律师陈律师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并透露了包括李某某在内的四名被告 并没有当庭人罪 在自证阶段 只有一个被告 承认实施的前件犯罪 另外四名被告 没有承认实施的前件犯罪 而认为自己是一个 嫖娼行为 蔓延嫖娼行为 这个法庭都是基础栽案的 除此之外 律师陈书还表示 仅凭受害人的口供 无法证明李某某有罪 根据陈书透露 原告方也没有拿出过过硬的证据 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殴打 强奸 挟持行为 客观就是你没认定你打 没认定你挟持 没认定你强行 那么都是靠主观延迟 口供的补充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 这个这样的证据 它是不应该 作为定案的依据 虽然李某某等四名被告 否认实施强奸行为 但在庭审过程中 以及庭审结束后 他们都对自己的行为 可能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 表达了歉意 希望法庭能给他们 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个法庭辩论结束之后 就有四名被告 表示了忏悔 表示自己做了 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个表示以后呢 这个要印证戏曲教训 重新做人 四名被告 包括李某某 其中有三名被告呢 向那个被害人表示道歉 有两名被告 或者说他的监护人 表示要给被害方赔偿 这个就是全案的事实 目前被害人律师田参军 被要求到司法局 汇报案件的办理情况 田参军毫不避讳 自己对于这次汇报 心存疑虑 接海淀司法局通知 要我明天上午10点 到司法局向有关领导 当面汇报李某某案的 办理情况 不知是服还是货